我必須拿一個例子來比 大家就在講高鐵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注意看高鐵是交通部 他所成立的旅刊委員 不斷的質疑高鐵有意見 認為他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不能上路 大家如果把新聞倒帶是這樣看 但是大家看看貓懶 這個旅刊委員相關的新聞 似乎是沒有的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要講 旅刊委員必須自己出來面對 這整個的過程 因為你是專家學者 還有市府相關人員 這個案子怎麼過的 你必須跟大家交代 當初我們看到高鐵的爭議 今天看到貓懶 今天事後發現的問題 原先是4000就被預告 敲鑼打鼓的預告 這個是事後 上路了才發現這麼多問題 所以這些旅刊委員 必須要面對 我必須要講7月4號當天 剛剛我們一看到敲鑼打鼓 鼓鎮擺了非常熱鬧 是一個慶祝喜事的方式在處理 當天馬市長 前任市長馬英九市長 還有我們看到郝龍斌市長 在當場就出了trouble 我覺得當場就應該暫停 也就是說你應該負責任 不是很尷尬 就負責任說 今天有這樣的狀況 我就應該要暫停 但是我發現現在整個發展下來 他拉不下這個臉 但是拉不下這個臉 我們昨天看到他 雖然懲處相關人員 那是個政治解決 政治解決的後面 有沒有辦法亡羊補牢 我先打一個問號 也就是說所有的一切 你必須要風險管理 今天有這麼多的問題 如果還是悶著悶 在裡面自己這樣弄的話 我覺得他會出問題 你必須要風險管理 自己去面對這整個過程 剛剛大家在談 他不是POMA 這個東西新工處有興建 新工處在這裡面 是不是有技術轉移 因為李世川處長有出來講說 他們開了直升機 怎麼樣去建造 怎麼樣去建造 所以這裡面的權力義務關係 一個一個弄清楚 新工處的角色 他只有發包包 還是有興建 剛剛那個議員有講 他還有跟春園的關係 還有跟POMA的關係 這一層一層都要釐清楚 還有他原先顧問公司負責任的 在裡面是不是把所有的狀況 都告訴了大家 這一連串的過程 我不認為現在大家談這個問題 就把它當成所謂的政治口水 就無線上剛打 因為我們現在北投攬車也在蓋 你今天花了這麼多錢 交了這麼多學問 那你就應該要來 讓北投攬車進行得更順利 剛剛那個王老師有講 我們台灣其實有一些不同的經驗 那你更應該很清楚的 在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的情況下 有更多的經驗去學習跟比較 如果這一連串攤開來看 都不是那麼回事的話 那就要來看待馬英九市長 他在這個決策當中 特別還有一個公共工程委員會 他們一直有這個公共工程的進度 在進行所謂的監督的 所以這一連串的人 這些人都必須要面對這個 現在出現的狀況 我們先不要管國外 國內有九族文化村 對啊 有海洋世界 對啊 烏來 烏來最老的 烏來最老的 我們四人都聽烏來的烏來 那是說 你有沒有聽過 這輪車出什麼狀況 沒有 印象中沒有 那怎麼會台北市這麼新的 一個公共工程 花這麼多錢 會頻頻出狀況 我想剛剛金蘭說的是 就營運安全的問題下走索 到目前為止 消息會 出來 消息會我們一直比 你說你高鐵你剛才拿到 半天 貓說攬車有什麼 他如果出來 主張要前面停止來檢查 可是 可是高鐵他叫人家巨城 他們 他們 金蘭跟消息會 他們還是在營運安全 我現在 狀況莊議員 不要再放在營運安全上 怕你聽起來 不是這個問題了 他是已經是牽扯到一個 弊案的問題 如果說你要只是在救 營運安全問題 你不過是在市議會跟市政府官員在 拚口水 透脯水 你說你一頭 他說你一頭 一定要就 和約調出來看 北投的也調出來看 如果叫剛剛蓮旺這樣講的 這個工程的和約不是POMA 是村岩的話 當然是怎麼搶這個和約 POMA只是在新建恐怕是一個民宅 為什麼被料 被頻要一千多件 幾件 1450 1450現在才驗收過的才96項 這樣和約就已經簽了就可以過關的 那這個理念一定是弊案 我沒有 小稷等於弊案跟嚇人 檢調的動作 我們看不太明顯 是 有人檢查了 還不明顯 對 這件我相信應該檢查官員要出來 不是在營運安全的問題 營安全是一般的問題 安全問題人民重要 可是如果說市府裡面簽的和約有問題 我相信媒體要盡這個責任 這裡面13億的工程 如果這麼草率 我不太相信說這裡面沒有弊案 其實這一次出問題就是那根轉動軸 其實你如果檢調要查這個東西 你現在就 議員要佩人說 那根轉動軸 現在要查扣起來 看裡面出什麼問題 到底有過關是不是 對 對 還有 就是即便你出了問題 照理說你已經有備料 原廠備料 換上去就好 原廠備料馬上換上去 你怎麼會去投降 趕快再查一支 那支剛才不是 那支剛才沒有備料 應該要有備料 那支剛才沒有 現在站在泡馬的立場 泡馬怎麼說你知道嗎 泡馬 現在媒體大都說泡馬很高傲 你剛才說得對 泡馬說 你跟我簽了 我就要九十六行給你而已 你現在廖部機也追加到一百三十四行 一百三十四行 我穿一百三十四行給你了 我們買一隻車的時候 有時候新車說不好 配配 阿邊放一個配配 放一個鏈子 那其他又是手板 鏈子拍的你自己去換 其他也沒有什麼配配品 普通的情況就是說 你跟我簽了 本地九十六行 你跟它拗到一百三十四行 我就說不給你了 剛才好是不是 那拍的那個 剛才不是在白料清單裡面的東西 所以當然也沒有了 所以大家在說庇案 我贊同大家的意見 而且去特徵族 去告發 就是修徒本人去告發 這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錢我們沒辦法去查 為誰會掉地獄 但是我知道它是怎麼說 它庇案 這份就是維修計劃 維修計劃多含你知道嗎 來 維修計劃很含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看 這樣一個事情 請大家看 如果這是個弊案 如果是個弊案 郝龍斌敢查馬英九 郝龍斌敢查馬英九嗎 再來 從小巨蛋到貓郎 這樣的狀況 是不是為了搶工 趕快推正機 你會叫小巨蛋 後來廠商出來開記者會嗎 還沒有移交 還沒有驗收 跟工地一樣 跟工地一樣 就要開始做了 請問這樣不算草菅人命嗎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進廣告 封面 等待在二十幾 第三 先休息 開記者 再記者 一百二十二 二十六 二十二 二十二